Hello,大家好,我是斯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神祖新闻报道 今天是5月19日星期日 各位好好休息,休息休息才慢慢听新闻 现在气温24度,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 未来几天会有雨,所以还是带着把傘在身会比较安全 好了,跟大家看一看新闻 雍正晶刚刚证实了TVB的前金草演员廖俊雄 在东华医院逝世,过程令人痛心 廖俊雄在80年代的无线经典剧中《天司执毁》 飾演了大粒物的这个角色为人熟悉 剧中她跟男女主角苗乔偉和已故的翁美玲有不少对手戏 她多年前离开TVB二十多年,转了做生意 曾经开过伊拉普,亦在内地开过贸易公司 由赚过钱去到生意失败欠下8万元的债务 人生经历过高低起伏,前年她选择半退休 做起一个环保木匠,偶然以换票性质拍戏 她近年出演过网剧《反黑》 雍正晶在Facebook上写道 廖晋雄先生在5月18日凌晨在东华医院辞世 过程令人痛心,香港公立医疗系统不足已到庆祝难输的地步 唯有望廖氏家人节哀顺便,与君一别估不到成为遗作 廖晋雄近年常与阿法歌、周壤法等圈中好友一起跑步 拥有一副健石身形的她,原来在去年4月就确诊患上胃癌 她的跑山队友智叔尿啟智 在胃癌病逝之后的一个月就发现自己都是患上了同一种病 她向传媒透露,发现胃癌的原因是因为觉得胃不舒服 发现顶着顶着,好像消化不良 情况持续了二十多天,最后看医生时发现胃癌 已经去到第四期了 当时廖晋雄接受医生意见,立即去做国胃手术 再服用标靶药和进行化疗 一年经历了三次死亡边缘,患癌曾经令她瘦了一圈 从病之前的210磅暴跌到160磅 形容自己瘦到仿如集中型的人一样,失去昔日的健壮身体 手脚都没了肌肉 那段时间她连朋友都不想见,化疗本来要去到今年8月才完成 不过当时医生说她的身体状况进展良好 癌指数就已经恢复正常 有时患病这些都没人预料得到 上一刻医生看完数字就说你英俊,但结果突然之间病情出现反转也不奇怪 好了,下一单新闻 警方在昨天接获宣布,指有一架华尔套用假车牌的可疑车辆 所以派人展开追截 最终在荔枝角的常例街前后包抄 甚至乎警员要瓊窗制服车上的5名男子 咦,案件内情曝光 据了解,5名男子都有黑社会背景 活跃于尖沙咀的新义安成员 他们打算驾驶着私家车去收购 接着被一个休班警员目睹 他们好像在鬼鬼祟祟换车牌 于是自己驾自己的车跟随 同时也通知上级 最终这5名男子出尸未折 新鲜死 未去收到数就已经被人拉了 警方也在车上找到一些长尺 刀等等的武器 相信 是用来收购之用 警方就证实 案件就拘捕了5名男子 另外在凌晨就再拘捕多1名男子 涉嫌偽造文书,危险驾驶,藏有攻击性武器等等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下午4点 警方就接获一名女子报案就说 在铜锣湾就商约了一名的买家交收名牌手袋的时候 就被对方抢去货物 警方到场后 在时代广场就沉获女事主 现场消息就说 当时女事主就准备跟对方两个手袋交收 分别一个是价值7万元的袋 另外一个是16000元的袋 据了解 涉案的男察就年约20至30岁 当时 声称要将袋交给客人检查 获女事主同意之后 带走手袋,然后就去玄黄学 但是 企图卖走手袋的时候 就被发现 这些是典型的ABC骗案 虽然新闻没有说,但骗案我比较熟 什么意思呢 这个人他分别作为一个中间人 他就约了一个人就说 我用7万元,我用16000元买你的袋 另外他另一边也约了人就说 我卖个袋给你 一个卖7万元,一个卖16000元 当然他就不是那么好心 就是说 做一个中间人不收钱 帮别人达成交易 而是说 他作为中间人 他趁中间那段空窗时间 问人拿了个袋 当然是不给钱 然后就拿这个袋 去卖给一个真的愿意出钱买这个袋的人 然后带了钱之后 直接走路 去到最后 今次这件事 就7万多元的手袋 找得回 但是 另外有个16000元的手袋 还没找得回 警方就在这 准备 不是准备 总之在找人去抓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网上 流传多条 华尔放射打击白牌车的片段 相信是由多段的短片展辑而成 可以见到 在不同的私家车里面有自称普通市民 和 我不是警察的男乘客 指示司机 就前往大埔教育学院 跟着就说 那我就报了警 麻烦 你停一停车 影片可以见到 有多名的警员 就去到公共交汇处 就折停了数价的车 并且 就折查了多名的 华尔司机 这些 跟之前 都跟大家分享过的 的士司机 他们就看不过眼 Uber 抢了他们的生意 所以就自己去放射 搞人家 但是 他们自己所说的放射 是没任何意义的 因为警察 去到最后 都是把司机放行 没所谓的 但是 现在的士司机 搞捉了party之后 召集了 有很多的小市民 是替这些 Uber 司机 不抵 所以就说 我们都 123 疯狂举报的士 不理他 怎么都好了 疯狂举报了先 这些将来 随时就会成为了 一个 疯狂举报的 游戏 的士司机 搞人家 Uber 接着 Uber司机 又疯狂去检举 这些的士司机 大家就 只能打大家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都是说 Uber 和的士之争 有记者 做民调 就说 大家支持不支持 Uber 支持 Uber 可以发牌 到最后 有92%的人 支持 Uber 67%的人 支持 发牌 给Uber 有立法会 议员 吴 庄杰 就说 的士 和 Uber 其实 可以 并存在一起 到时的士司机 肯定 就生气 吱吱吱吱 再看看 究竟 还会不会有什么 自发性放射行动 因为如果你再这样搞下去 你是等于 无视警方平时 要经过合法申报才能放射 这个行动 到时会不会 变相你以为自己放射好过瘾 但最后 是自己被警察拉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兆基创意书院 昨天在Facebook发文 就说 IT人员发现了伺服器 被黑客入侵 将书院近4年 接近8TB资料上锁 包括 2021年及之后的 毕业学生 在校学生 曾经登记过的家长 以及 教职员资料 还有科目 还有学务文件 书院就已经即时 将校内的网络关闭 以防止有任何狂赚 以及 通报了教育局 警方 和个人资料 私人专员公署等等 暂时就说 最少有超过600人 是受到影响 不知道为什么 究竟是不是有些人 用学校报老去看 18禁网站 所以就搞到中毒呢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马会就在昨天公布 由下周 21号起 即第58期的绞珠起 将会调整 金多宝的储备安排 令到金多宝的绞珠次数 就从现时 每年的大约7次 去到12次 至于金多宝绞珠 如果10元一注独中 投掌的奖金 就有机会高达1亿 至于绿合彩的每期投掌 奖金也维持不少于800万 反正我连绿合彩都不买 这就不关我事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医疗资源紧张 不上热下 有不少香港人 选择不上求医 本身是眼科权威 港区人大代表兼立法会议员 林纯超 表示 香港和内地 是时候可以融合医疗服务 互补不足 他以扩大至大湾区的长者医疗券为例 由香港机构参与管理和牙科诊所相对安全 建议立入试点名单中 他估计下一步扩展去到腸胃检查和白内障手术 其实也好 由政府作为涵接 有什么事方便追究方便认证 反正就是说 你现在的医疗资源不够 就算不是贪你免费东西 愿意拿钱出来都要等 既然有个生意额 你吃不完人家又招急 那就拨点上去内地 还有有时候就是有竞争 你的价钱才有下调的空间 如果不是 每个一单赚那么多 赚过肥仔水 最后就要我们受苦 下一单新闻 流感个案 持续高期 港大医学院的主任 孔毅凡 昨天在商台节目 就表示 今年夏季流感 就有机会出现 双高峰 3到4月爆发的 甲型流感 H1 会持续去到7月 才回落 至于 甲型流感 H3 就会接力 在8月到9月 就出现高峰 但是相信 两者 就不会出现 无缓涵接 大家最重要 就是懂得保护自己 记得有朋友咳的时候 要是他戴口罩 要是自己戴口罩 下一单新闻 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 在昨日举行世界无烟日 2024的活动 并且就是说 希望 那些什么吸烟主席 什么禁烟主席 那些 就可以立法去禁止火车头行为 希望能够守护青少年的健康 其实都好 因为有好多好自私的人 在条街一路走一路吃烟 一路走一路吃烟 对于一些不吃烟的人 就好像我这些来说 其实都好大困扰 虽然我都遇到有好多 即是吃烟还吃烟 但是都好有礼貌的人 但是有些东西 立法禁止下都好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近期 女子香港出现 结业潮 甚至就说 香港玩完了 不过财经事务局及库务局 在昨日指出 截至今年4月 香港合共有超过143万家本地公司 历史新高 新成立的公司数字 也持续增长 按月增加了12000家公司 较过往高出了62% 形容是录得正增长 不过有时候我想 其实有些公司 开了可能都是挂在这里 即是你开公司 不一定是做生意的 有些人 是开公司 单纯为了买楼 单纯为了 转移财产 甚至乎 可能有些为了洗黑钱 诸如此类 什么都有 所以你说 单纯是按着这些 开公司记录 我就觉得 数据不够全面 而且有些公司 它开出来都不是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 有些是专压政府钱 就是说 申请各式各样的资助 然后就等自己整家公司 只是靠政府资助 然后自己赚钱 就是这样 好了 下一单 入境事务署 在18号 举行招聘体验日 有超过 2500个人报名 较去年 升了六成 入境事务署学院的副院长吴志康表示 现时正在招聘100名入境事务主任 和280名助理 有参加者就说 入境署的工作 具有挑战性 虽然 与自己大学修读的学科 并不相关 但是就表示 人生就志在参与 老实说 其实你说要考纪律部队的话 你有多少项的大学科目是真的有关 其实没有 所以人家都知道 就算你 你什么学历都好 只要你中英文合格的 识几个字 体能又过到关 就会收 好了 下一单 新闻 西九文化管理局 就面对着 营运赤字 该局就指 资金链 或者在 明年6月 就会断 好了 西九文化管理局 董事局主席 唐英年 在昨日 在一个电视节目 就说 西九就在过去几年 就瘦身 瘦到已经出血 如果政府 迟迟未回应 西九管理局提交的财务建议方案 到期时可能就是说 博物馆就不会开足六天 可能开小两天 戏曲中心也会开小几天 跟着就问市民就说 这样做对市民公不公平呢 搞错 又在那里挟持政府就说 你不给钱我们呢 我们开小了 我们没了M加 那些的时候 你都没面子的 市民又会受到影响的 明明就是说 就是主席那些 应该是以需要出来道歉 出来解释就是说 为什么会虚钱 但是他不是 反而就是说 因为我是主席 现在我就 捉住政府的鼻子 问他拿钱 甚至乎还用一种 半威吓的形式 就说 到期时开不了 你自己想 放着这种嘴唸出来 好了 下一单新闻 香港去年的港口货柜吞吐量 按年跌了14% 跌到27年的新低 并且就跌出了全球十大 运输球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就说 有几个大的课题 就可以提高港口的竞争力 包括就是利用港珠澳大桥 争取广西 和粤西地区的来货 并且就研究改建港口措施 例如 是增加液化天然气 和甲醇还有其他的新能源家住服务 他就强调港口 只能够用作为港口 和海运的相关业务 地契就写得相当清晰 就不会用作为住宅用途 因为以前曾经有些人就说 既然都没什么货柜来香港 不如拆了它建房 建那批楼 就一定值钱 因为你想想近货柜码头 是等于最近海的那些楼 那你就想想 个个无敌大海景 就算楼价下跌 那些楼都肯定法 不过幸好政府 没有在这方面跟他们瘋 如果你真的拆了来建楼 其实是一件好样衰好样衰的事 所以 趁着这段时候 想想怎样优化港口 趁着没那么多货柜的时候 去进行一些改善工程 好了下一单新闻 在今天凌晨时份 一名女童就在大井围的福顺街 闻到意味感到不惜 当区也有很多人就表示 闻到类似的气味 消防就接报到场 怀疑意味的来源 是来自于 元朗工业村的雲乐街12号 一间石油化学公司 场内有一个大型的储油装置 流气 消防怀疑出现了过热的情况 正在 开喉射水降温 也有记者到场了解 闻到很强烈的电邮味 涉事的储油官 大约三层楼高 顶层的自动洒水系统 也正在洒水 警方正在到场戒备 因为三层楼高的油桶 万一它发生爆炸 大家可以想象有多夸张 还有 味道是弱得 由工业村 飘过到天水围附近 好了 下一单新闻 白乡发生了爆洩 在昨天晚上11点 一个50岁姓鱼的女子就发现 在白乡上川 600号的单位窗户 华尔被叫开 屋内就有手掠的痕迹 华尔遭到爆洩 警员就接报到场 经过初步怎么算 相信有5000元港元 30,000元港元的外币 还有 11万的首饰 还有两只加上 4万元的手标 还有 17,000元的金币 还有8张信用卡 不逆而非 这里加加上 都没了接近20万的东西 案件就列作为导施案处理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警方就表示 新界北总区 连同其他警区 一年三日 在16号至18号 在新界各区 展开了代号叫做 暗逼的反罪恶行动 突击搜查了多个非法场所和罪案黑点 堵破了多个非法场所和无牌酒吧 拘捕了155个人 下一单新闻 大埔又发生了导舍案 在昨日的夜晚10点 一个62岁姓国的女子就发现 在大埔公路的那个叫做 碟翠豪亭 一听就知道是豪宅地方 就说 她的阳台盗门就被人叫开了 屋内也有被手掠的痕迹 最后就相信 有5万元现金 接着6万元现金的外币 同一批29万的首饰 就不逆而非 经过初步调查之后 案件就列作为 暴涉案处理 交给大埔警区刑事调查 对第三对跟进 暂时就未有人被捕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夜晚10点 警方就接获一名所长报案 就说 一名39岁姓王的女子 在旺角的波兰街 327号的单位就昏倒 救护员就接报到场 王女就昏迷被送往广华医院治理 其后就证实死亡 好了下一单新闻 官堂就发生了企图抢劫案 消息就说 在18号的夜晚10点 一名23岁的女子 在行经鸿途道近住 建业街一座大厦后巷 被一名刹人用棍试图抢劫 女子就一度反抗挨打 手背受伤 刹人事败逃走 伤者就清醒送院 警方就到场调查事件 据了解 女伤者就是上纸一间食肆的职员 好了下一单新闻 关于李郑屋邨法团委员 捱斩这件事 警方就再拘捕多三名男女 有其中两名的男子 就是活跃于李郑屋邨的黑社会 也是那句 你拉了那么多人 但是你还没拉到 真是给钱 叫他们去斩人的人 的话 其实就没什么意思 你拉着拉着都是那些打手 人家可能更开心就说 哎呀正呀拉着打手钱也不用付 好了下一单新闻 香港仔就发生了车祸 在昨日的夜晚8点24分 一架的电单车就沿着 华库道往博库林道方向行驶 驶到去华库一村的华庵楼对开的时候 跟对面线一架的的士相撞 徒人见状就报警 铁骑士的面部和背部大范围拆箱 幸好仍然清醒 的士司机感到腰痛 警方正在调查意外的起因 下一单新闻 大埔吐露港公路 发生了车祸 在昨日的 下午5点半 警方接报就说 一架私家车沿着吐露港公路往上水方向 驶到去近着御丰豪苑的时候 怀疑失控自炒翻车 车上的三个人就怀疑被困 救护人员就赶紫 三个人就已经离开车厢 其中两名成人就受伤流血 当中一名女子即场接受治疗后 就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救治 另外一名小童就没有表面伤痕 相当之幸好 下一单新闻 一名58岁的的士司机 在昨日的下午就被发现 暈倒在车里面 送院抢救后就宣告不治 有记者就接触到的士司机的家属 儿子就说 爸爸就在去年曾经因为高血压入院 加上 身边分别有两名亲友 他们都是在驾驶期间就撤死 自此 爸爸就开始注重身体 他就日日跑步 吃得清淡了 健康了很多 减了十几kg 但是可惜 都是在昨日就传来恶好 儿子又说 事发的时候 父亲就没有打给家人求助 就说 他应该是收收买买 就怕人担心 不知道是不是说 因为一些家族遗传 因为他两名亲友又是駕駛的士 跟着又是在的士里面撤死 有时候基因这些事情 我们都估不到 好了 下一单新闻 西贡就发生了潜水意外 在昨日的下午4点57分 警方接报就说 一名男子在西贡的东深旗对开潜水期间 就怀疑 被救起的时候就已经陷入昏迷 幸好仍然是有呼吸和蜜薄 政府的飞行服务队就派出直升机到场 将55岁姓王的事主 送往东区医院抢救 事主期后就恢复清醒 被送上医院病房进行观察 警方也正在调查事件 好了 下一单新闻 在昨日的早上9点03分 一架往屯门方向行驶的轻铁 驶到去中屋邨的时候意外脱轨 车上没有乘客 事件当中无人受伤 但是有四条轻铁行车线 需要改道行驶 港铁就说 初步怀疑 路轨上有外来物 不过就已经处理好了 警方就表示 他们就拘捕了一个 49岁姓鱼的重型货车男司机 警方调查后就发现 他拿着车 装着一批木板 沿着青山公路 洪水桥路段东行 左转到入去填下路 其中一件 50厘米乘20厘米的木板 就从车上跌下路轨 之后就导致轻铁出轨 案件就交给新界北交通调查队 第二队跟进 总之就是跌了东西 搞到轻铁出轨 幸好没说让成什么大灾 因为出轨这件事可大可小 万一你出轨铁出轨铁马路的话 这条马路不知道乱到什么了 好 那下一单新闻 火炭的惠和园 曾经就因为4.6 亿天界大维修 陷入争议 几经波折之后 在去年最终用3亿7千万签署了相关合约 不过在工程开展后,屋苑有9座大厦外墙都搭盘架 因此成为了刹人的目标 趁盘架进入他人的单位爆洩 自今年4月开始,不同单位已发生多次爆洩 涉及12名住户損失金牙去到7万8千元 警方开始工作,最后拉了一名男子 并且同日下午在罗湖口岸再拘捕另一名涉案的男子 两名男子持伤情症,38至40岁 怀疑与4宗连环爆洩案有关 据了解,他们在内地是同一条村长大的 下一单新闻 警方东九龙那边联逃很多部门一起 在17日展开反三合会行动 突击搜查了全香港多个罪恶黑点和区内多间持牌场所 倒破了一个卖咸碟的地方 减获了12万只咸碟,27部DVD复制机 然后还有42万筹码,5万现金,还有少量非法药物 所有东西加上总值310万 整个行动中警方拘捕了121个人 最老人到85岁 好了,下一单新闻 之前就和大家说 在黄大仙夏村有名伯伯吃叉烧近近 他昏迷送丸,去到今天清晨就证实了不治 好了,今集节目就来到这里 一定要和各位观众说声不好意思 因为突然之间,明明头几分钟声都OK 但录到中间的时候,突然之间把声拆了变得很差 希望各位观众就能够见谅了 好了,今集先来到这里 待会再喝一些川贝琵琶糕 调好声,再录下一集节目 好,就这样,拜拜